你们好 我是M3总 把这段录音送给我藏心 所谓的那帮兄弟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都非常注重于兄弟这两个字 但是 有几个兄弟之间的情谊 是真的 我拿你当兄弟 在你困难的时候 我拼了命地帮你 有一次 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还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他们又在买 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其实人 都是在相互利用的 兄弟 出好了就是水浒传 出不好 就是红楼梦 闺蜜玩好了就是小时代 玩不好 就是甄嬛传 人 都长了一颗红楼梦的心 却总是活在水浒传的世界里 想交易情三国里面 桃源兄弟 却总是遇到 西游记里面的妖魔鬼怪 桃源说得好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其实他们并不明白 你认识的人多 你有几个人能帮你 兄弟多了 并不代表着你很牛逼 牛逼的 是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 有多少人认识你 有他们有几个人 愿意帮助你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小冬和小虎 在一个院子里面长大 像同一所小学 中学 十四岁的时候 他们学武侠小说里面的样子 结尾兄弟 小混淌 我们现在是兄弟 你将来 会怎么对我们 小冬想了想说 如果你死了 我就替你养你的爹妈 和你的弟弟 小虎于是和他笑着打了一下 没想到看四句简单的话 却改变了小冬的一辈子 小冬医学院毕业的第二年 柳青十一夜 有人敲他们家门 他打开门 门口站着小虎的弟弟小江 还身是伤 把这绷带 小江告诉他 他们全家人 包括小虎在内 在今天早上出去教育的时候 遇到了车祸 只有小江幸存 小江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人 只有来找他 那年 小冬二十四岁 正是要结婚的年龄 他的女朋友嫌弃地问他 这个孩子 什么时候走 他转身就给他女朋友 一巴掌说 小江还能去哪里 他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人了 然后 女朋友流着眼泪 伤心地走 他从这个时候就下定决心 如果要结婚 就必须是一个能够接受小江存在的女人 而此后的十六年 他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女人 这他妈才叫兄弟 这个故事非常感人 但不是也就是说 是兄弟就必须得这样做 对于兄弟 对于友情 有句真理 整天吃吃喝喝在一起的 关键时刻 不一定能够帮助你 锦上添花 不一定是真情意 选中送炭 才是最可贵的 交朋友交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有一句话 我想在这告诉你们 土豆挖一车 不如夜明珠一颗 胡鹏六一帮 不如十几两三个 当你在肚子饿的时候 有一个苹果 分给你一半 这是友情 咬一口 剩下的给你 这是爱情 一口都没吃 然后笑着对你说 你吃吧 我不喜欢吃苹果 这一定是你的父母和亲人 把情果藏起来 然后一脸懵逼地告诉你 兄弟 我也饿了 这他妈才是社会 把这些录音 送给我在我生命中 帮助过我的人 和一直陪伴我 爱护我的人 希望你们能够理智地交友 同样也送给我曾经 所有的那帮兄弟 不要被有些人的 花言巧语 和外表所欺骗 最后 再送你们一句话 日久 不一定盛情 但是一定 可以见到人心